各位老伙计们大家好呀 我是你们的院长走男 今天来分享一只可言可甜又醇又郁的小姐姐 我们对她使用技能摸头沙 熊的面部肌肉限制了她的微表情 你们就脑补那种娇羞的状态 连曲绝都是用小手手温柔的轻轻的推推你 就显得特别的欲惧还迎 她深知两脚兽对动物肉店的喜爱与情不自禁 伸出小Giorgio来了一波矜持的邀请 她现在的嘴唇保持一种放松松弛的状态 微微的露出一点齿间 这个表情会显得很慵懒 非常的sexy 赶紧记笔记 让眼神保持虚焦迷离的状态 然后wink wink wink 啊这画面太美了 像极了你三连的样子呢 下面这个杀招呢 我们熊老师会仔细的教学 当你打算用舔式的方法去撩你的两脚兽的时候呢 我们的动作一定要非常的轻柔 你不能像隔壁的北哥那样企图把两脚兽吞下去 也不要像某些口水大户那样企图给两脚兽洗个澡 我们要维持一种在撩与不撩热情与敷衍之间的那种分寸感 这样两脚兽就不会知道你是在撩他还是真的饿了 而对于这种目的不可预知的行为 我们通常称之为神秘感 以上就是本期的宠物下岗再就业行动指南 各位两脚兽请把此视频给你家四脚兽循环播放100遍 没有四脚兽的空长两脚兽呢 就投币点赞三连之后再走吧 这样比较有参与感你说呢 哎没想到有些人表面上光鲜亮丽 背地里连只田鼠都没有